哈嘍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我接受了一个台湾知名的媒体人 综合媒体界主持界二十余年 我接受了他的专法 他也为各位观众挖掘不一样的我 私底下的我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个知名媒体人是谁呢 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各位小新超人Parts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位嘉宾我相信大家期待很久 那么上一次英寿扬叉 他因为临时有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如期来 小新超人Parts的摄影棚进行录影 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期待已久呢 他是一位很特别花脸的泰鲁阁族人 年纪很轻 今年不过28岁 他在他的YT频道里头 长期是以反共的议题 累积到现在难以想象 有71.6万的粉丝订阅 频道大部分都讨论中国的相关时事的问题 当然整个影片风格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以这种呛烂的风格为主 他是谁呢 他叫做八九 在两岸烽火当中 八九是战上的第一线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以中国的时事为主呢 你知道他就读中州科技大学的视讯传播系 而且在2017年7月曾经代表学校 前往中国的上海跟苏州 参加了当时的传播学院所办的第三届的国际大学生新媒体的原创作品比赛 获得了影片奖的三等奖 算是非常好的成绩 现在在YouTube频道当中 在2021年在一百大一百大的影响力的网红排行榜 他位居第69名 票选第4名 八九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八九你好 哈啰观众朋友大家好 小金杰你好 八九非常了不起 今年才28岁 你读中州科技大学的视讯传播系 你当去成为一个KOL 一个网红也蛮理所当然的 我想知道一样 因为传播学系 我自己读大众传播 从学学得非常非常的广 你自己专攻是哪一方面 为什么 这是你在学校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网路制播的工作吗 然后顺其自然毕业之后 马上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YT成立频道 是什么样的过程给我们分享 其实我从国中开始对拍片 对音乐创作都蛮有兴趣的 一开始是因为从小学音乐 然后学音乐就会对一些影像有画面嘛 然后就想要去拍 那拍然后到国高中 因为花莲没有影视学校 所以我就自己自学 然后上大学之后 就考上了这个中奏科大 因为我不是走正规的 其实这个选择是比较少的 然后到了这个之后 我就想要做导演 对 其实我的专科是导演 还有这个拍摄 毕业之后 发现做导演 做摄影师 做这个剧组好累 钱又少 然后我一个花莲蓝北漂 当时24K吧 还是23K 还是差不多 那样的薪水真的很消磨我 我会觉得我的梦 梦想被消灭了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 YouTube好像还不错 可以做做看在决心 因为我平时也蛮喜欢 跟大家分享花莲的生活 花莲的观光 然后就边工作边做这个频道 对 那后来觉得说 在这个工作上比较不顺遂 当然不是说自己能力不好啦 当然我也是 从24K在大概快一年 我跳到50K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不是我想做的 那我真的要成为一名 线上的导演跟摄影师的话 我可能要熬个十几二十年 而还不一定有那个位置让我去当 对 所以我就全职回花莲 先去做YT这样子 YT 那个时候一开始设定的主题 就以中入国的实施为主吗 我看你跟小粉红之间的交锋 非常非常激烈 一开始是做花莲观光跟亦兰观光 还有台东的观光 那我在观光里面会带到 我对政治的看法 比如说我认为 这个地方的观光 它的政策 或是它的配套措施 应该怎么样更好 其实也是含有一些实证的概念在里面 然后后面这个 韩国瑜他当选高雄市长 然后没多久就要宣布参选总统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他讲话我觉得很有中意效果 然后我就去研究他 然后我就会跟朋友去拍片模仿他 在议会上的表现 但是当我做这个影片出来 然后大家就广受大家好评 因为大家觉得很好笑 但是这个时候诡异的东西来了 为什么有所谓对岸的小粉红 来帮韩国瑜讲话 那么支持韩国瑜 我就去研究这些人 我说你们那么喜欢韩国瑜 让他回去选中国主席啊 对啊 然后这个因缘计会之下 我就开始的研究小粉红的议题 然后就转而进入中国的外交跟内政 所以那个时候跟小粉红接触之后 开始去研究 对对 你依所认为的小粉红是什么 我认为小粉红有几点啊 就缺一不可 其中就是第一个就是 你有大一统情结 就是中国台湾或是中国 自古以来可能大清的领土 它要是同一个国家 这样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 拥护共产党 我觉得这两者缺一不可 拥护共产党 对 这个大一统 的确有些小粉红是有着 中华人民共和广众民族意识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也发现 其实在中国的监狱内部 他们也成为这个监狱里头的囚犯呢 只要上头一下命令 一道命令 好 好我们今天全面这个月 全面攻的是八九 听说里面的囚犯一致的动作 如果可能达不到目标 囚犯可能还会因死 还受到惩罚 我不知道怎么去惩罚 这个也是小粉红 所以不论小粉红 事实排斥于中国监狱里头的囚犯 早期比较多这样的状况 但可能因为近期 可能中共突然觉得这些囚犯 只是为了减刑 他没有真的爱党爱国 因为习近平最近推什么 入党入魂入星这些很奇怪的政策 然后上个月 有海外媒体披露中国自己的公文 就是他们有在训练中国公安 或是中国的国家单位 或是网警 他们有去举办一个比赛一个竞赛 就是你要对境外发动舆论战 然后他会有排名 这个已经是被证实是确实的 所以现在就是 我可能在YouTube上 在FB上 今天下令我要攻击美国 你去美国引导风向 那中共的网警那些 就会上去帮忙洗地带风向 所以我觉得这蛮可怕 这已经是整个国家机器在揭露 就是跟以前比起来 我觉得是升级的 以前是囚犯这样子 现在是国家的公务人员这样做 对中国的相关事务的兴趣 是来自于 比如说你说是因为 2018年 高雄市长的韩国瑜的选举 所以对小粉红 你意外因为做这个观光 跟小粉红之间交手之后 才引起你对中国相关事务的认识吗 其实我以前就蛮想聊一些政治的东西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历史 从小对可能陈水扁的一些问题 我是马英九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但因为在学校 跟老师或是跟同学讲这个 他们听不懂也觉得很无聊嘛 老师也不可能在你 让你在班上讲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这个梦一直压在我心里 然后刚好有这样的姻缘机会 让我有胆去这样讲 对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像尤其是马英九执政时代 那个时候我 我在花莲看到 哇好多路客 马英九执政是2008 你那个时候才高中吗 国中 国中 国中高中 OK 国高中的时候 2008年国高中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 哇花莲好多路客嘛 然后当然就会看到很多 不好的现状 还有一些产业链被中国 被中置吃掉嘛 还有那个时候当时的新闻媒体其实不管是不是某天的系列的频道 基本上都是在报中国伟大复兴 中国欣欣向荣 我当时也可能有一度也这么认为 直到我2017年去了上海 我才发现对高楼大学很多 但城中村也很多 上海当时很多人的家里是没有马桶的 去年黄埔区才改建 把老城区改建 把他们改到有马桶 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 上海没有马桶 早上要拿那个便盆去外面倒 你敢想象 然后去了苏州去南京一些城市发现 包括连上海 他们一些小城市的那个招聘广告 比如说摇饮料的啊 卖衣服的啊 怎么那个时候时薪多少 16 15块 我觉得哇怎么低成这样 怎么跟我认知的 月入1万2万3万人民币差这么多 16 15的人民币 把它乘以 4点多吧 对我们把它乘以5好了 好 80块而已啊 对当时 当时80块啊 对啊还是很 当时80块是很低 因为我们台湾那个时候最低 应该也有130 148 对这个 还是我觉得 现在176 对现在176 不敢想象 因为我当时去上海 我觉得它的物价其实 我觉得跟台北差不多啊 并没有比台北便宜 如果说今天去上海 你的物价是很便宜 你这样的薪水我没话说 就了解到中国这一块 然后之后 接触到小粉红又去更深入研究 跟小粉红这样交锋 你自己呢 自己的感受怎么样 我早期看波特王直接跟小粉红开赶 我没有想到2023年直接跟小粉红对嗆的 是八九 我2020年有跟其实开过很多直播跟小粉红对嗆的啦 对就是跟小粉红对嗆真的好累 你是说他们在直播里面直接嗆你 然后你直接回应 对就是早期我觉得会很累 但是后来的我会知道 我会很清楚知道说 你今天是要跟我讨论事情 还是你要来吵架的 如果你要来跟我吵架 我就用吵架的方式跟你聊 对如果你要跟我辩论 那我们就好好的讲 但是很多小粉红他会假借 我要弄理性跟你辩论 讲到最后说我们来拼拳头啦 觉得这个 你一开始就要先分辨清楚他的这个模式 然后再去戳破他会比较好 他来吵架你就跟他吵 你不用跟他讲道理 不然你自己会很累 你刚刚对小粉红有一定的定义吗 不过在你的心里认为 小粉红真的就等于中国人吗 我们常常在讲抗中保台 抗中或抗共保台 某种程度当然捍卫台湾 我相信有时候不分任何的立场 这个部分大家是一致的 那反而是在所谓的抗共的部分 在台湾反而是有分歧 这个其实也非常奇怪 因为照道理 我们周边一个大流氓 这样一个国家 他一心一意要併吞你 所谓併吞你 你不能有自己的邦交国 你不能有自己的国防 你不能有自己的军队 一旦你的解放军来到台湾 他要统治整个台湾 那这是一个我相信 不要说有天然毒的孩子 就是我们自己身处在2350万 这个国家这个岛屿的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凭什么啊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 凭什么你要把我併吞掉 凭什么你要把我吃掉 在台湾其实也有所谓的天然毒 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 那在中国当然这种小粉红 也有一些天然统 天然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种民主意识的 长几个熏讨的结果 那只是说 小粉红真的是等于中国人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趋势 我自己研究来看 其实有越来越少的情况 自从这个中国封城这三年 然后白纸运动结束 然后四通小勇士 这些还有最近的一些 那个中国的经济的问题 越来越多人敢讲话 像我节目2020年开始 当初接触过小粉红 具体忘记几个 但是这个比例上来说 大概有七成到八成 在2022年跟2023年 是有跑回来跟我说 我当初笑你没想到 小丑是我自己之类的言论 因为他们长大了 他们大学毕业了 出社会了 可能出国了 看到不是这样子 其实蛮多这种人跟我来讲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小粉红 还都是学生 甚至是还没出社会的 当然我们要撇除掉说 你是不是赵家人 你是不是在中国体制内 如果你是在中国体制内 你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有你的立场 因为你要赚钱嘛 这可能没办法 但如果你不是体制内的人 你也很穷 你也赚不到什么钱 你还帮共产党讲话 这样的小粉红的基础 是有越来越少的情况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像你说的小粉红 等不等于中国人这个东西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国体制 也是其实跟以前的家天下 是差不多的 像大清是谁的 是爱新觉罗的 是大清皇室的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谁的 是共产党的 所以这个家天下跟党天下是一样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说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不等于共产党 他等于 因为是他建立的 但其实不应该是这么做 因为共产党还把自己写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但是在我看完他的这个宪法 跟他的党章 然后习近平又把自己写 把自己写入党章 所以就等于说 习近平等于共产党 共产党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习近平又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他这个我觉得这个脉络蛮好玩的 但事实上 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 中共一旦瓦解 中国势必要换国号 就跟大清他瓦解他一定要换国号 不是他要变成一个新的国家 你对中国的认识是在高中时代 就慢慢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一直到你成为2020 因为你现在的影片1291支 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的事务 甚至我看你做了非常多 中国百姓的生活的面貌 甚至中国的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出国之后 所遇到的情形 拿着一些护照 你要传达这些故事可以聊聊 你想要传达什么 我想要传达的是 我希望中国要民主化 中国应该是要一个 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但是我发现很多台湾人 他们会把中国当成日本 当成台湾 当成这样的正常民主国家的 逻辑思维去看 但如果大家这样看 那就惨了 因为中国很多写的 跟你实际上做出来是差非常多的 比如说中国的宪法写 人民可以上街自由抗议 但事实上不难 所以我觉得分享这个给大家 我觉得更多的是 让我们台湾人自己要有一个认知 要认清中国 当然很多像抖音小红书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去玩都没关系 因为他有时候在务实上 在可能女性的什么化妆之类分享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或是出游的一些攻略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有个认知 他是里面有党支部 他里面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发出一些什么统战台湾 或是诬蔑美国 诬蔑日本的影片 那我觉得你要有这个认知就好了 就是你不要去看这一类你其他可以看 为什么要帮助中国民主化 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清楚 一旦发生战争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是他们自己的人民 帮助中国民主化 也是在帮助台湾缓解这个大流氓 帮台湾压制这个大流氓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你是从民主化的角度认为 台湾应该有能力 去改变中国人民 你要说有没有能力 大家不管他机会是多大或多小 大家起码努力我们试过了 当然我们从各行各界 都从不同的方面去努力 看谁最后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你看如果中国真的今天民主化 我们在这个语言上在文化上 也算是同文同种啦 虽然我自己不是我是泰鲁格子 但大部分的人应该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兄弟之邦的情况下 大家互相尊重互设大使 台湾的经济绝对会更好 很多人都说台湾经济很差 台湾经济很差 新加坡亚洲是小龙 新加坡人均八万九万 那问题是新加坡旁边没有 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大流氓 在打压他 如果今天新加坡他不信 他在台湾这边 他的土地面积 然后中国从49年开始就说 新加坡你讲华文 你又是同文同种 我要武统你 天天去渗透新加坡的执政党 或是在野党 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招商环境 跟今天的投资环境 新加坡人均也不可能有八九万 所以台湾现在的人均GDP还有发展 能撑到现在算是一个奇迹的 我觉得台湾人不要过度的自卑 那八九跟你所处的你的朋友 尤其是跟你几乎同一辈的 你的同学啦等等 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些处境 以及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吗 雷同吗 一开始差很多啦 但后来可能稍微有在看我的节目 被你改变啦 有慢慢去认同 然后再加上中国这三年也是很阿爸 他们可能也觉得很烦 然后想要了解一下身边这个同学 到底在干什么 就稍微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妈以前也是 我刚做这个频道的时候 在讲韩国语 那时候又报了反送中 虽然我妈也是 我妈是一个 之前以前是一个很蓝的 因为我外公 我妈妈的爸爸是外公 我外公是河南人 他不是老兵来的 他是当年 他是高中生 他来台湾毕业旅行 那你就知道当年 可以来台湾毕业旅行的人 在中国是算蛮有钱的嘛 对 台湾毕业旅行之后 国共内战他回不去了 对 所以 所以他是中国人还是河南人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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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河南 OK 算河南 对对对 OK 所以我妈他们家族 是比较偏很蓝的 当然我有一些舅舅 一些过去的台湾之前 有很红的 可以这样子说 是说其实阿公还是一心一意 认为要反攻大陆 是不是这样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尊重阿公的想法 对我尊重 我就不认为他是蓝不蓝 跟红不红的问题 他的蓝是正统的蓝 他是我们要捍卫中华民国 不管他的领土是怎么样 但是我可能一些亲戚 他是已经蓝到红了 已经被拉走了 被拉走了 对对对 像我外公他也是很尊重 尊重因为我爸爸这边 就比较所谓的天然独 大家都互相很尊重 觉得这个没什么分歧的 所以阿公跟亲戚之间认为 台湾的国土 应该起于对岸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是这样子吗 这个我现在不知道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我是说你的亲戚朋友 因为阿公 你说还有亲戚朋友 也是属于比较 对 他们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他们的思考逻辑就是 不管是哪个党 反正只要名字叫中国 然后领土有台湾 不管是谁执政都好 就大一同 就是大一同 要在中国的这个领土之下 对对对 那你有跟他们曾经对话什么 比如说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制度嘛 台湾都已经有民选总统 我们可以民选国会啊 地方首长 每年都民选 我们没有自己的税制啊 我们自己国防跟军队啊 可解放军的那一套 包括解放军过了一个生活 你有跟他们做什么样对话吗 因为我那些就有年纪很大 六七十七八十到都有 因为 那我帮你叫来教训吗 对不对 不会不会 因为我外公生八胎嘛 不是八胎铁链女那个 真的生八胎 妈妈是其中一个女儿 妈妈最小的 所以你就看其他的多大了 对啊 所以我就在想说 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他们只是为了一个信仰 一个梦想 就不需要谈这些了 我们就说你假爸鬼 我们就聊这些就好了 不用跟他多说那么多 那你说妈妈一开始对你做这个影片 他后来慢慢有来 不开心 对他一开始支持韩国瑜 对对对 然后后来看到 妈妈一直还是住在花莲吗 对妈妈住在花莲 但后来看到韩国瑜的一些表现 他一直觉得很夸张 就是在议会上的表现 后来香港的反送中 我妈妈也看到很多香港人 还有香港妈妈挡在孩子前面 我妈妈看了会觉得很可怕 她很怕我也会变成这样子 我就说对 所以我们现在 在我们还没变成这样子之前 我就要站出来了 才能避免变成这样子 当然啦 做家长的一定会担心小孩 你可能出国啊 等下被绑了怎么办 因为之前那个有一个香港人 在泰国被绑去那个嘛 对对对 所以我妈也会担心这个 但是我后来也做久 我妈也能理解 我怎么做 甚至我妈现在也是认同我 做了一些事情 她有时候还会主动跟我分享 真的 比如呢 这改变好大哦 对啊 对不对 她跟你分享什么 跟我分享 中国最近发生什么事 我们台湾的内政那个谁 哪一个政党推出了候选人谁谁谁 感觉有点问题 感觉什么也不好 这是以前无法想象 对啊 以前民进党对她来说是 台湾本土的党派对她来说是 不用想 她想都不用想 那现在她会去考虑这些政党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本土政党 其实不管是国民党内部也有本土的势力 早期台联 从国民党最本质出去也被认为 是台湾另外的本土力量 民进党的本土力量 当然 更加的一个雄后 妈妈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当时的思考逻辑 我觉得可能还是说 我们都中国人 我们都大一同 当时啦 因为可能 那个教育之下 你转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嗯 大国的教育底下 所以你自己有觉得 肩膀有点重 现在还好 现在还好 我以前大概国小 我看到 国小都要那个 戴一个橘帽子要升级 我以前看到中华民国过去 我会感动到哭 我现在想想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了 就是唱那个国歌 无当所踪 我好感动 天哪 那上大概小六国一的时候 我就 我怎么这样 我怪怪的 一个小孩子对国家嘛 你想那个是个国家 对 但是台湾长期来几个层次的问题 国家 政府跟政党 事实上 在早期尤其戒严时期 全部都纠结在一起 对啊 才会所谓一党专政 而在民主跟这个 所谓的专制独权之间 究竟台湾百姓 是要生活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从事这么多的影片 我不知道你自己用什么的方式 去了解中国 我看你的几乎都以中国事务为主 是定期前往中国吗 安全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 那你怎么了解中国的 怎么了解中国 首先我在中国的境内 也是很多朋友 对他们有时候 这条新闻可能在台湾媒体还没有报 马上转给我 对马上转给我 然后就 就会去对比嘛 OK 中国官方的态度是什么 中国舆论态度是什么 然后再传给我 可能有些 跑到推特外网 他们的结论又是什么 反正你只要看中国政府批要什么 中国政府反对什么 那他可能 大概率都是事实 我是这样子去判断消息 中国那些朋友是什么 是以前比如大学同学 还是有什么工作上的伙伴 他们持续还在中国 经商吗 还是就业 哦没有 这个大部分大概有九成的都是我频道的粉丝 哦 对 我频道后台有10%的流量 是直接来自中国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不是赵家人的话 或是你不是事业单位的话 你是要挂BPM的 嗯 但如果这个后台直接显示 有10%的流量来自中国 那是谁可以不用翻墙 王姐 啊 中国的赵家人 我是红二代红三 红二红三他们家的网络是直接可以翻墙 因为我有认识 他也是这样讲 嗯 我有10%的基数是这样 然后在外加可能挂BPM的 所以我中国人基数可能有15到20% 所以如果你的影片是100万 你就是固定每一支影片100万当中 至少有15万到20万 是中国人 其实是中国人 这个其实可能也包含在海外的中国人啦 嗯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基数够大 越来越多人做这个 他们是翻墙会看得到 他们在心中会种下那一块 嗯 因为现在其实反抗 中国人反抗中共的成本太大了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所以其实很多人选择了移民选择了论 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笨他们是会观望的 就说我参加现在这个 比如说白纸革命 他让我付出的成本太大 但是中共倒不了他 但如果今天中共对台或是对美战争 这个就有可能让中共倒 那这时候中国人民就不可能 不会像以前那么怂 因为其实很多台湾人在笑中国人很怂啊 你怎么不站出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有一部分也是运气 好碰上了李登辉吧 如果当初可能不是李登辉执政 我们的野百合学院也可能是台湾的一场八九六四 那个时候野百合学院里头 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诉求 包括其实国会的全面改选 就是李总统也邀请这些学生进入总统府 然后进行面对面 也很具体的回应学生的一个诉求 我觉得八九的这些想法 这样的一个思维 年纪轻轻 其实看到了台湾的希望 非常的开心 然后在这条路上 某种图从一开始应该是估计的 是不是 是估计的 你应该举一些实际你制作的影片里头 然后引起什么样的回响 甚至你说因为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是中国人 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可以聊聊几个具体的片子吗 因为我有时候站在的角度都是 所谓的天然独的角度 所以这个对于可能刚翻墙 可能刚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来说 冲击太大了 就是他没有办法一次gay到那么多 他会觉得 你就要台独啊 你就要怎样 因为可能刚出来那个大一桶的 遗独没有办法那么快代谢掉 这些我都能理解 但是那个时候批评声其实是很多的 包括我们自己台湾人会觉得 你做这个干嘛 中国就确实伟大复兴啊 你在那边造谣乱讲话 但其实做到现在 其实证明了我很多讲的都是对 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反思 就像我刚刚讲 我以前笑你 但是小丑是我自己 然后一开始其实亲朋好友也是 你做这个干嘛 你就好好去赚钱啊 去找一份工作什么的 你就往你的导演梦去走啊 他们不能理解 因为他们 他们认为你不务真业 你好好去找工作 对 是不是亲戚这样认为 对啊 但是做到现在他们会觉得 我走这条路是对的 因为有做出一些成就来 其实 其实很多小孩都是这样子 就是不管你选择哪个行业 可能父母不懂的 不理解的 他们都会 也不是说他们要看衰你 因为他们不懂嘛 但是如果你做出一定成绩的 或是你在往这条路努力 我相信父母其实 内心或是私底下 会透过一些不同的形式 去帮助孩子的 只是可能有时候 嘴巴比较坏一点 就是还是要念你一下 但心里其实还是关心自己的孩子 是 对你来讲 等于是一个新的工作 甚至新的事业 对啊 对不对 里面 所以你要负责管理吗 财务吗 因为我自己 设立一个这样的频道 我自己非常清楚 老实讲 有时候是分身法术 因为过去在电视台 其实上游到下游 完成一个节目 三四十个人跑不掉 你根本不用说副控 副控十几个人进行录制 然后一开始团队 大概有十个人 在外加可能有两三个公读生 录完节目之后 后来进入后制 后制又是另外一群人 所以从上游一直到下游 大概要三十到四十个人 共同完成这份工作 可是我们自己也创立一个频道 完成一个节目 我想八九也很清楚 你有三到四人就偷笑了 所以每一个人几乎真的身经百真 不只是校长兼敲钟 我想线上的所有观众朋友里面看到今天的八九 他可以成为在这个网红KOL排行榜当中 位居第69名 票选第4名 在100大影响力里头 所以刚开始学的事务很多 对 也要管理工作分配所有的财务 那些都是你自己来 对啊 其实我发现当老板之后 真的你专业不管多厉害那些都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去经营 你要怎么去管理 你要做创新 我觉得这个比你本身的专业还重要 对啊 你要怎么学会为财适用 你要怎么适人 甚至可以找很多比你能力强的人来为你所用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能力 所以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 马上就越升为老板了 对不对 也不是说没有工作经验 有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 在一个科技公司担任影音制作 我开始进去是影音制作 我薪水那时候只有26K 超低的 我后来做了一个月我才发现 我怎么同组的都是30K起跳 因为我那时候做的工作 我有时候都自愿加班 自愿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先做给老板看 我的能力是超过26K的 那当时我当然我成绩都做出来 我有时候加班到两点三点四点 你做什么工作那时候 就是拍片当气候 甚至后来当上的导演 那我的薪水那时候三个月内 我从26K跳到30K 占12K 38K 跳很快 真的很快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老板也懂得欣赏 不然我如果遇到一个喜汉老板 我可能还是26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觉得说 我可能会遇到不好的老板 然后我不去努力 我不去做给老板看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你不要对不起自己的未来就好了 然后当然我就拿着这份薪水跳槽 因为我觉得后来我觉得这家公司 因为他们股东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长期发展的可能 就拿这份薪水跳 然后跳到下一件工作 从40K 4K来45K开始跳 然后最后跳到5万多 负责什么工作 直播导演 所以直播导演 只是直播导演的工作吗 有没有负责剪接跟拍摄 支援 会支援 会支援对不对 对对对 OK直播导演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告诉个人朋友 你从本来26000可能接近基本公司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因为你在那一年应该是 大概2018年左右 那时候好像24K还是25K吧 24K 24K是不是 24K 026K 在台北我觉得那个行业 对于我来说是蛮低的 对 在台北是生活很不易了 我觉得 即使在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的电视台 在找记者的时候 文字记者 就曾经开出28K 对我来讲是非常shock 我想说天哪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那个时候在报社 经济日报 一个月大概可以领 45K到5万 你想小君姐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的物价跟现在差多少 45K到5万 我到TVBS第一份工作的记者 那时候6万5 那6万5 那那个时候的物价跟现在 你现在跟我说 我们现在要找一个文字记者 从28K 应该是说双倍的物价 它就是初期的高 你如果每一个月付了1万5 到了房租 这还不含水电哦 夏天的冷气一吹下来 你想想看 1万7 1万8 有的地方还有缴管理费 对 然后你的三餐的吃 你的交通费 有时候给爸爸妈妈一点零用钱 对 你不能生病 你摩托车不能坏掉 你不能一次被有罚款 你不能突然之间有什么税单 对 要不然 像年轻人为什么会有卡债 为什么会透过那种信用贷款 为什么会欠钱 因为是很容易啊 因为生活撑不下去 所以我想知道说 你那时候领26K 可以一路上变成30K 36K到38K 这中间你的努力跟改变 你做了什么 以前大概我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跟我妈一直抱怨 为什么台湾薪水这么低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妈就说有能力的人 就不会抱怨薪水低 然后我那个时候 不理解我妈在讲什么 我就说 可是你要给我们基本的劳工 一对基本的保障 就是起码我们是存得到的钱 我们感生的起币 起码像欧美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 也渐渐理解我妈在说什么 但是我认为台湾低薪的环境 确实比欧美来说 那个生活成本太差了 我们台湾真的太差 我们台湾有产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我还是想说 既然我现在没有能力 去改变这个社会 你应该给我们老公 更多的基本私心 可能比欧美再差一点 但起码要比现在好 那我只能从我自己的改变开始 你怎么改变自己 你怎么充实自己 充实自己 就真的 那个时候一直看一些 线上的影片 一直去看人家的创意 看人家的什么 然后就自主的加班 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我也是运气要 碰到赏识的老板 你是后来转世到 可以至少晋升到5万块钱的 对不对 对 那时候月薪5万块钱 对 算是一个写汉工厂吗 也是每天要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上班吗 不用我到5万那个时候 我上班可能4个小时5个小时 我就可以回去 我来拍完 然后反正我只要完成我的工作 我就可以走 多的时间就是我的自由 现在变成是一个自主公司 成为一个影片 从一个producer 包括像是一个主持人 甚至自己可能还要写写稿 这个角色变成其实非常多重的 你自己现在的感想怎么样 因为毕竟时间非常短 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这里头的负荷 等于是一层一层在增加 对 就是我觉得 我的身心压力蛮大的 我就要每天都要去调试自己的压力 可能听音乐 可能弹钢琴 可能像下个月要出国 出国玩一个月放松一下 但是我出国的时候还是要日更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起码可以先暂时脱离一下这个环境 对于放松身心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也不能说一直很摆烂到底 也不能一直强度工作 还是要找一个平衡 对中国的事务这么关心 你自己的观察 现在中国的内部 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看起来你从这边你是 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政治评论员 那中国事务方面 一方面当然有长期研究 二方面其实是间接获得一些报章杂志资料 那真正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记者 要了解中国事务的话 第一线采访是必要的 无法第一线采访的话 一定是在每个地方 关键性的一个事务里头 有关键性的人 cap pass一个相关的消息 这个时候你有足够结构性的data 你才能有洞察 判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判断中国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真的要去了解 中国的历史文化跟他们的官场 还有他们说话的艺术 还有共产党的本质 因为你可能看懂台湾的政局 但这一套不适合在中国的那一套 你看清楚中国的那一套玩法 你把这套逻辑办来台湾又不适合 就是真的是国情不同 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 现在在新闻上说的话 可信度多少 当然他说完这个话 之后会引发一些舆论 然后下面都是可以参考的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中国有没有开始封号 有没有开始封人 如果有的话 大概率都是真的 觉得蛮好判定的啦 然后中国内部现在 有经济的问题很严重吗 年轻人失业真的有多严重 中国现在说他们青年失业率是20% 但他们的青年失业率是16岁到24岁 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其实失业率不是只有20.4%这么少 他统计的数据有问题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 他统计的是城市人口失业率 那也就是说你在乡下的 比如说我在花莲的 我失业的 我不算失业人口 OK 还有你工作一个小时以上的 每日还是每周我忘了 反正你每日或每周 工作一个小时以上 甚至你有经营过网拍 你的收入可能一个月完成了 三笔五笔订单 你就是算灵活就业人口 你就算就业人口 我可能这个月 我可能就是这个杯子我想卖 然后我放在虾皮上卖 卖出去了赚100块 恭喜你 你找到工作了 你就不算失业人口了 他们学校他们会严辟 那这个现况 很多台湾人不知道 因为我很多中国朋友 跟我这样讲 然后我也是拍这样的影片 他会说 哇你讲了 怎么你好像就生活在中国 对就是他们严辟是这样子 他们中国学校 每个人都有一个辅导员 我们台湾没有 这个蛮奇怪的 这个辅导员会先确认你 可能你今年六月要毕业 四月三月的时候问你 你找到工作了吗 你找到实习了吗 有没有企业要用你 没有的话 找各种理由帮你严辟 严辟到你找到工作为止 或是你有企业要用你 你提出证明 我就可以给你毕业证书 这样你就不算失业人口 还有就是他们的辅导员会说 你来 你来卖一个杯子 你卖给我 我们两个都同学 你卖给我 我跟你买 我们达成这笔交易 我们两个都算那个工作的人口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技术 算上去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是高于20.4% 可能30% 那这个想象设法去降低 这个所谓的失业人口 这个人是要干嘛 他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吗 看啊 我可以拿来统战台湾 我可以对全世界说我中国伟大复兴 我说这一个人发演这样的角色 拼命让该毕业的学生 言毕 掩饰掉真正的失业数字 拼命让这个失业的人口 说我可能通过一份交易 你就已经被秉除在失业人口之外 做这样的鼓吹这样的鼓动 这个人在干嘛 这个人就是胜上 习近平要大家这么做 要大家这么做 不得不这么做 你不这么做就掉脑袋 所以中国内部的状况 你透过你直接朋友告诉你 你所了解应该是非常惨 那这些学生怎么办呢 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说现在 5千块的工作找不到 然后找4千 4千找不到找3千 3千找不到找2千 比如说拿我们台湾花莲的例子来看 我们花莲我昨天看到那个旅馆业 饭店业 缺人缺好多 那就是说大家他有这个职缺开在那边 但大家不想去做 那如果今天发来 帮他生在中国不存在这个行为 抢破头的进去做 那他们可能简单面试 这样的一个饭店柜台 要两面三面四面 他们抢工作已经内卷到这种程度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 可能不了解中国事情的人 直接来跟我讲 我说你看台湾也是缺人什么 这完全不同的层次啊 好久不一样 对啊 我刚刚一开始有听到 你也小时候有学音乐对不对 对 学什么样的音乐 一开始学古典 然后后来就转成流行啦 配乐创作这样子 是 所以乐器是 比如说主修复修是什么 我没有那么正规啦 我是自己去找那个家教去那边学钢琴的 是是是 以前有想过 要不要考音乐的学校 但是 那个时候想晚了 国高中想晚了 我没有复修 因为他一定要主复修嘛 对 复修可能什么小提琴之类 我没有办法 对 所以就后来想说 拍片好像蛮好玩的 我自己写一个配乐然后拍一段影片 对 我看你除了拍影片之外 做制作曲 新的作品什么 脑羞了吗 对对对 做了 哇这个引起 这个其实不太算是我做的啦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再去 所以什么样的状态之家 这不是你创作的吗 这不是我创作的 因为我没有时间创作 我是找一个音乐的人 然后把这个idea丢给他 要帮我做 那画面是我自己去拍的啦 是是 你想要传达什么 我想要传达 是 第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嘛 鲁华这个歌蛮好玩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大家记得 中国这三年来 对世界上 对台湾 甚至对他们自己 做了些什么事情 大家不要忘记 中国这三年做了什么 当然我说这个中国是他们的政府 所以我里面很多元素 包括你侵略台湾的意图 还有你军演 还有你骂欧美日韩 然后你对中国人民的 还有对香港人民的 我都有拍一些彩蛋在里面 非常多 所以你到过兵了 对啊对啊 当几年 一样就是 四个月嘛 对不对 四个月 你怎么看我们的兵役 要把它恢复到 一年十个月 就是很多家长的恐慌 甚至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 大家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可能前面就已经过太爽 已经把它改成四个月了 然后突然一下这样 心理那个落差 太大了 而且他会觉得说 我们这几十年二十年 跟中国没战争 然后我看抖音上 或是快手上的中国 和平啊 人家高楼大厦很多啊 他有没有要侵略我们 你看之前马英九执政 还不是没有被中国拿去 所以我们兵役不需要这么多 我们好好的跪下来 我们好好的聊 中国不会侵略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是会存在这个概念 下才会讲出这个话 但是我看这个兵役 改回来一年多嘛 然后薪水又往上调嘛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六千多块 扣掉基本的开支 实发下来五千多 我太低了 想说跟我同年纪的女生出去 都已经二三十k的工作了 我在这边零五六千 我当然心里也会被送嘛 但如果你现在钱有拉回来了 可能我再当兵一年 然后你出去社会 但是我的薪水 其实如果跟你差不多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增加蛮多人的意愿 然后现在又改说这个 我们训练的方式要美式训练 我觉得以前的训练方式真的是很差 就是基本上拼那个成绩 我很厉害 我杨沃琪做一百个 但没有意义啊 你那一百个不标准 你没有训练到 但美式 还有那个刺枪速 你都在打那个南北战争 那没有意义嘛 所以现在都是交美式的 明年开始我觉得 是要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怎么样 跟这些时下的年轻人多一点互动 除了透过这个YT YouTube频道之外 你自己有没有想 尤其在台湾这一两年 相情重要 国际间其实都会很高度关注 台湾的发展 可是台湾的 国际间在关注台湾的发展的同时 比较听不到年轻人的真实声音 当然也有年轻人会抱怨说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相对是非常辛苦的 可能整体的工作环境里头的 低薪的问题 那你更不用说就业的状况 所带来的未来的家庭 成家立业 更不用说结婚生子 那这回到妈妈的那句话 就是说有条件的人 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年轻人当然你要怎么样去充实自己 走出一个蓝牌策略 因为在所有市场里头 当你去面试 你想想看 我有什么样的本事 我的优势 然后要做到别人无法取代 所以充实自己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你透过的语言 不断地去充实自己 你总是要去加强 而不是说一味的抱怨 对 当然我们抱怨的话 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就是真的已经压迫到我们的权力 或是真的 我们的生活条件真的太艰难了 但我也是很努力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抱怨 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一个问题是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可能为什么台湾二三十年 甚至三四十年前 像我家以前 我阿公那个年代就开了电器行 在我阿公那个年代 我阿公七八十岁 那个年代开电器行是超赚钱的 因为台湾这个时候没有这种产业进来 那这种进来 到当时我们花莲北部 甚至宜蘭南部都是包给我家做的 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 哇 赚蛮多的 但传给我爸 传给我爸的年代 就开始有什么 全国电子有加了很多东西跟你竞争 很多电器行开了 跟你分这块币 我爸那个时候就抱怨 陈水扁执政真的是烂死了 这个害我赚不到钱 然后陈水扁下台换蚂蚁酒 蚂蚁酒烂死了 害我赚不到钱 时代在变 产业在变 你要懂得转型 你不懂得转型 你就收手做别的 当然 因为像以前什么做金融 你这样子跟爸爸讲 我没有这样讲 我这样讲会被打巴掌 我没有这样讲 放在心里 当然现在是可以聊这些 我就觉得说 以前做会计 以前做什么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在发展 在缺这些行业 这些人事都是算比较稀缺的 所以你当然赚很多钱 但现在大家都做会计师 大家都做律师 这本来就是市场工序的问题 你本来就会造成过多的饱额 你过多饱额就赚不到钱 像现在YouTube其实 早期就赚很多 但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要饱和了 对 你在做会比较难 那下一个趋势是什么 你想要赚钱 下一个趋势就AI AI的东西 新能源车 电动车 或是这个晶片产业 你真的有这块的能力 你去做 你绝对赚来到钱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看到的面向是这个 而其实全球都在通膨 不是只有台湾在这么做而已 像法国人 美国人 欧洲人 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很低 全世界每个人 永远都在抱怨 这是 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 所以你会让非常多年轻人 列为一个标杆 你让很多年轻人看得到希望 你从我一个拼命老百姓 我凭我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我非常认真 我也是优秀 对 可是从26K开始 也度过你非常艰困的时期 38K 40K到50K到后来 我自己承担比较多的责任 自己来开业 那事实上也闭路蓝旅 经过一些崎岖的时期 到现在你也觉得某种程度会想一想 我这么累 OK吗 需要吗 就是这真的是缺一不可 第一个你要有能力 第二个你要机会 你要自己会去抓 那个点在那边 你要懂得去抓 再来就是老板 这个老板他赏不赏识你 他看不看到你的努力 他善不善良 这三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天是地义人和啦 但是你现在 你是要靠你自己 你是独资的 独子 独资 独资 对对对对 你的这个YT频道里头 你现在有两个频道嘛 对不对 你都百分之百 你是没有其他的股份来跟你share 没有 没有没有 对 所以你自己 几个员工就是背后几个家庭 对不对 对没错 我觉得 应该说你赚的越多 你真的是责任要越多要越大 你要懂得扛这些责任 像我从26k到50k 真的是责任越来越多 但我愿意去扛嘛 因为这是我领这么多钱 我本来就要扛 那这就是有一个问题是 你要先扛这个责任 你才会有这样的钱 而不是你有这样的钱 你才去扛这样的责任 因为我自己现在做老板 你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如果永远只有给我做28k 那我干嘛给你加息 你一定要给我做 你有32k 35k的价值 我帮你加 这我觉得正常逻辑像是这样 包括你们自己如果出去当老板 也一定是这样子 不然 我找一个新的人替代你 就你们能力差不多 他还不会跟我交 我干嘛还要养你 还要 之后那个退休金 越给越多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这是真的 我可以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在现在这样一个当下 常常你是就事论事 你希望能够凸显中国内部是什么 中国的真相是什么 你的揭发真相是一个新闻人 是一个KOL应该要做的事情 可是台湾有时候是比较一个变态的环境 怪异的分心 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立场里头 常常被做某种程度一刀切 好像你这样的做法 就是与某些阵影为敌 然后是把你化为某一些阵影的侧义 你认同吗 可能他会认为说 你是民进党的侧义吗 你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吗 甚至你未来可能成为民进党的党员吗 外界会不会这样子联想你 不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 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这样 就这样子 我开始说韩国语好好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 你开始说韩国语的时候 对啊就开始了 我就觉得 就把你化为什么 就绿营侧义啊民进党打手 我就你澄清那么多干嘛 他这么认为你你做什么 他还是这样认为你嘛 本来就有支持你的人跟讨厌你的人 有时候讨厌一个人就是看立场 他可能就是觉得你的气质 气场跟他不合 他就讨厌你 你跟他讲那么多干嘛 对啊讲那么多爱讨厌你 今天即便我不是做政治的 我可能是做美食 旅游Vlog这种 还是会有人说 我觉得你长得不好看 我觉得你介绍的很难吃不好玩 可能菜牌该比你好玩 那我去看他 那还不是有这些人 会出来黑你 我觉得所以就做自己想要做事情就好了 这比较重要 我觉得简单的一两句话 这个倒出了问题的一个精髓 简单做自己 非常谢谢八九 那么这一集 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八九今天表现非常好 一排的爱心给他好吗 那么这一集我们破天荒 决定在小军台湾Plus播出同时 我们把所有的后制内容也要分享给八九 让八九在频道里头 你们可以免费的播出 当然我们希望在八九的频道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们支持八九爱屋极屋 也别忘了来到小军台湾Plus一起支持 我们希望双方面进行串流 这个串流是建立在 其实对于台湾 2350万的台湾百姓 我们是有共同的价值的 其实我们很简单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家 我们捍卫我们家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就这么简单 我相信对于28岁的八九来讲 他的体会更是非常简单 他勇于做自己 也请大家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给他加油打气 谢谢八九 谢谢小军姐 谢谢 谢谢所有小军台湾Plus 我们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也祝八九一路顺风 谢谢 祝小军姐频道可以大红大纸 这个托这个八九的福 谢谢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